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有任何的期待或推理推测 他也不会活在现在心 他知道现在念念都是变化的 所以他内在没有成见 包袱 不预设立场 早上起来奇怪 今天闹钟怎么没有想 不要生气 没有想就没有想 不要拿起来把它摔在地上 起来就起来 不要起来之后 不小心撞到就很生气 无常 撞到就撞到 起来刷牙 用牙刷太大力 碰着了牙龄 无常 出去拿早报 今天的报纸送到了隔壁 不要生气 肚子饿喝羊奶 羊奶打开 里面有一只蚂蚁 我所讲的就是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会一直变 你做任何事情 不要预设立场 我从小事一直谈到大事 今天起来 看到孩子脸色不好看 随缘 吃早餐前孩子说 早 过来跟你拥抱 你就随缘跟他抱一抱 你认为这很简单 然而你的内心世界 并非处于这种状态 你的内心世界 是如此设定的 我昨天那样过 今天也应该是这样过 很多人的职业倦怠 因为他每天 都做一样的事 每天都过同样的日子 觉得生活那么枯燥无聊 难怪 你那朵莲花会枯萎 难怪 你那一盏蜡烛 还没有燃烧 就融化掉了 因为你没有用心生活 从今天开始 注意观察 每天 都是不一样的 你会得到一个答案 天哪 我误会我人生的 每天都一样 自从我观察 念念无常 能随缘过日子 我在觉察原来 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人生那种的光和热 展现出来 生命是不一样的 我不会活在一种担心 兴奋也苦 太过悲伤也苦 所以 你内在完全不要预期的概念 只有随着因缘的变化而改变 这个修行的方法简单 问题是很多人不明白随缘修行 所以常常攀缘修行 即他离开当下 去寻找法门修行 你不要活在 我随着因缘的变化而面对 这样智慧还不够 比如 我不太讲话 遇到坏人我不讲话 遇到好人也不讲话 遇到傻人也不讲话 这样一定不对 这样智慧还生不起来 你要随着因缘的变化而改变 改变应对的方式 这是一种随缘的状态 那就是修行 比如有时间做早课 你就做早课 没有时间做早课 你就去做做所发生的因缘 去面对的那件事就好了 很单纯 今天腿盘不起来 不一定硬要把它绑起来 你就躺着用功 师父 我这个月很倦怠 因为我闪了腰 你闪了腰 还可以用功 你的心又没有闪了 我叫你修心 不是叫你修妖 只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无常 一个叫随缘 这就是修 就是这样修 就又绕回来三法印 你们不要小看它 这个懂 你就懂了 只是讲深讲浅 只是换汤不换药 换其他模式 但是道理核心 都是讲同样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 只要面对一切的境界 这个境界怎么变化 我就怎么变化来面对它 这样就好了 你知道它是变化的 你自然不会执着 所以 每一件事情 你都清清楚楚 做的 很多事 但每一件事情 你都不执着 因为无意乏可得 没有一物不便 何来执着 我连执着的心 都不用其 因为连执着的心 都是无常 如果你的心 能清静 则 名众宗尊 文后思维 如何随着 因缘的变化而变化 心平 何老持戒 行旨 何用修缠 感恩六子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